今天很高興 邀請到我身邊這位Mandy 去做訪問 為什麼我會想訪問她呢 因為原來早前她的兒子 因為一個濕疹的問題 很困擾 她也試過坊間很多不同的方法 想幫她的兒子改善問題 但是最後是搞到一盒足 讓她來分享一下她用了什麼坊間的方法 幫她的兒子改善濕疹問題 謝謝Mang 大家好 我是Mandy 我兒子在去年的6月 突然間有濕疹 我當初不知道她是濕疹 因為她的濕疹很奇怪 是一粒粒的 後來我給她塗一下 其實都沒有幫助 最後我帶她去看醫生 看中醫 去到醫生上就確診了 就是濕疹 於是要塗類固醇 但塗了就只痕 不塗就很痕 也沒有幫助 後來我媽媽就說試一下硫磺鹼 我又試了硫磺鹼 硫磺鹼 對 用硫磺做的蕃鹼 那不行 也是不行 沒有幫助 我又試過用坊間說 用蛋黃油很厲害 我又試過蛋黃油 我特意不出去買 因為我打算順天然自己做 拿5隻蛋黃去炒蛋黃油 結果炒到整個廚房好像燒著了 那個鑊鏟就丟了 那個鑊也是丟了 沒有用到 因為整間屋好像燒著了整股焦味 整個廚房都是燒焦味 我抹了幾個小時 就抹過廚房 這樣就很煩 也好 做了 塗了 跟他塗 但塗了是沒有效 而且我兒子說是一層 炒蝦乾的臭味 在身上 我特意跟他穿長褲包著 讓他不要弄髒 太臭 但結果塗了一個星期 都沒有用 不行 搞不定 最後我和我妹妹求救 因為我妹妹都 每樣都知道 很多洞 叫我試薯圖 我給兒子試 開始試大約三包 早上吃兩包 晚上吃一包 開始那個星期都是差不多 但是我繼續給他吃 因為他吃了 他沒有爆 沒有說嚴重 我當然就繼續給他吃 既然都買了 就給他吃 吃了一個星期 就覺得他少了 不過我就問他 兒子 你是不是少了 他說不是 都是這樣 就繼續吃 結果第三個星期 開始吃一吃 我就覺得他少了 我都問我媽媽 我媽媽去放學 就去媽媽家 他都說覺得他少了 於是 就繼續吃下去 就覺得他好像沒有什麼 因為他以前是 是怎樣 是怎樣 是流血了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兒子的圖 因為他剛才給我看 其實真的改善了很多 還有他兒子的濕疹 其實都 都幾嚴重 因為整隻腳 是佈滿了 那些紅色一塊塊的濕疹問題 我原來就 開頭我就以為是蚊子 其實都有點像蚊子 是啊 但是越整越 越整越多 是啊 在腳上 整個都是 然後大腿 現在塗了 這個塗了大網 有的 大腿 後期去到關節位 那隻腳跟後面的位 啊 這個就是最後康復了 是啊 其實是用了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左右 因為其實去蚊也要時間 是啊 哇 現在連 那條腿都漂亮了 是啊 現在就是 剩下一點點 那他不能吃 所以沒有給他 因為 慢慢 慢慢就搞 搞定了 現在就是沒有痕的了 沒有再做法 是啊 斷了沒有了 所以你兒子其實不是 是不是先天性的濕疹 就是一出生就有 他兩歲的時候是試過有濕疹的 但是後來都好回來的 後來吃了某些東西好回來的 那我這次跟他吃 我吃了那些魚油丸 他小時候好回來的 那現在吃魚油丸都是沒有幫助的了 搞不定的了 那還有呢 他濕疹是帶著這個 烤喘 鼻敏感 其實幾樣東西混合了 那他 其實烤喘 他就不是說 長時間烤喘的 一到轉天氣啊 或者他那些 很緊張的 考試他就烤喘了 那我現在 即是吃了小魚塗 6月到現在 那他touch food 其實沒有 沒有烤喘了 就是已經沒有烤喘 我烤喘是吸的那些東西 要啊 要啊 這個烤喘的問題 是啊 他現在沒有了 現在是不需要 帶著那個 噴藥那些東西 然後他是 套著一個 那支噴毛 套著一個瓶 這樣 蓋著臉 這樣 因為他小了 那現在就不需要了 那也很好啊 除了幫助到 他的濕疹問題 還幫助他 那個鼻敏感的問題 是啊 所以他現在是鼻 沒有說什麼 早上起床 又會會 他又沒有打嗑痴 不過他就 經常搓鼻子 經常都很大聲 搓鼻子 現在沒有了 真的沒有見他 有這個行為 又沒有了這個行為 又沒有了這個 去醫院看烤喘 因為看烤喘其實很麻煩的 我要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我還要陪他住院 可能住三天四天 我才能出醫院的 那我又沒有位置睡 那我就坐在醫院陪他 那其實也是很麻煩 那所以現在醫好了 我覺得很開心 很幸福圖真的幫到你 對 濕疹問題 對 所以 因為早前都很 香港都很流行 那個淡網 淡網油 但是其實 真的 不是個個都可以的 真的不是個個都可以 但是樹圖就真的 其實是自己醫自己 所以是非常好的產品 其實你又知不知道 我們明天有個新產品 Sankoso Bowl 你也可以介紹給你的兒子吃 因為它是Chillable 很方便 其實也是可以提升他的酵素 代謝會好一點 可以幫助身體會強壯 對 因為我知道Sankoso Bowl是限量 所以我明天是11點3 我就會暴定在肚子裡 我也是 然後就搶了 因為它限量 所以我怕我買不到 我也很害怕 所以我們就要去搶了 明天是11點 就在電腦前面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在這裡 多謝Mandy的分享 謝謝 如果大家身邊有朋友 有濕疹的問題 真的要靜視 還有真的要分享 這麼好的產品 給你身邊的朋友 因為 其實香港真的很多人 有濕疹的問題 是很多 基本上 每五個就有一個 不同程度的濕疹 但是濕疹是很難斷尾 就算你看醫生 他都是開那些 類固醇藥膏 對呀 只是指癢 指標不治本 但是樹木圖 是真的可以幫你 指標加治本 如果大家想改善濕疹問題 真的可以試一下